欢迎收听国考驿站 大家好 我是阵长刘静 哇 那个 这一集节目播出的时候是12月24号了 嗯 这一天是平安夜 好 呃 我们这个礼拜要来讲一个人准备国考的部分啊 你也是一个人准备国考吗 阵长我 就是 虽然啊 我当年我是跟问道老高 就会准备国家考试的 可是问道老高啊 他比我聪明啊 应该说啦 应该这样讲好了 他是比我早准备 因为我在刚毕业 在私人企业工作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在准备了 所以他比我早考上 啊 他考上之后 其实我就变成我一个人 默默的在准备了 啊 我那时候其实就是 他去上班 然后顺便把我载到那个图书馆 然后他再去上班这样 好 我在今天这一集会跟大家讲 一个人准备国考的那个面向啊 你应该具备哪些面向 然后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 就是要考上国家考试嘛 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分别是心态作息跟策略啊 我知道一个人准备国考 其实非常心酸啊 因为外面人根本不知道你遇到怎样的挫折 或是你心里面有多闷 就是像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 省文城唱的那种心 书哪没说出来 就是这样的心 就很苦闷啊 对啊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心态了 我希望大家在一个人准备国考的时候 你的心态一定一定要正向 要正能量 不是现在电视 你面上的政客在讲的什么正能量 政治的证 不是 是证 五个笔画那个证 我们小时候写毛笔字那个证 啊 请大家一定要正向的去面对国家考试 这件事情 尤其是你一个人准备的时候 因为一个人准备最快的 就是你准备抠起 准备到一半 我没心想看你 好啦我讲这样其实有点言过其实啊 其实讲什么 准备抹心想看你 就是你可能因为一些杂念还是怎样的啊 你有可能后面就是会半途而废 遇到挫折 但是没有人跟你说应该要怎么解啊 你会半途而废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正向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啊 而且庄子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念过庄子 我其实比较喜欢庄子啊 我很讨厌儒家 嗯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 我很讨厌孔子 我很讨厌儒家 因为我觉得儒家就是个屁 哈哈 我讲的还蛮直接的 嗯 虽然我们以前从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国文啊 因为大学好像大一还有国文课嘛 都要学什么论语啊 还那么屁啦 狗屎啦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很讨厌孔子这个人 他其实很伟善啊 双面人 双面标准啊 自己可以吃大鱼大肉 但是学生只能什么单四嫖饮 什么狗屁的 好 我扯远了 反正我比较喜欢老庄的哲学啊 就是顺应自然啊 庄子他曾经讲过啊 一个人的强大 从独来独往开始 我再重复一次 庄子讲过一个人的强大 从独来独往开始 你要做大事 你要强大 你就要自己独来独往 其实这就是有点 说穿的就是人多嘴杂啊 所以你不必要的啊 那种没品质的社交啊 你没必要参加就不要去了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种跟我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只要每次去那种社交场合啊 什么会啊 叉叉会啊 联谊会啊 同学会啊 姐妹会啊 下午茶 有的没的啊 你去那边啊 你就是要拼命的找话题讲啊 但是那种话题 我就是非常觉得 我 可能我自己不要自认为 我自己就 就是清高的啊 我觉得那些话题 听起来都很庸俗啊 没什么 然后你回来之后 你会觉得心里面非常空虚啊 对啊 而且 你一个人准备国考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的信念啊 就是只有考上国家考试这件事情 注意 你的信念 你的信念只有考上 这两个字 除了考上 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 所以大家务必把重点放在考上 心态要正确 你的心态就是要考上 那考上要具备怎样的能力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思考 然后不必要的社交啊 像是我觉得 如果你认为有必要 要参加读书会的话 那你就去 Go ahead 去你个头 对 没有啦 就是你认为有必要 你就去 但是如果这个读书会里面 就是龙蛇杂虫啊 每个人各怀鬼胎 你在上面 你也得不到 你想要有资讯 我跟大家讲 这种读书会就不要去了 好 第二个作息 作息的方面 作息的部分 想跟大家讲 就是你一个人准备国考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务必 你的作息一定要正常规律 作息要正常规律 这部分我分成两个部分 跟大家讲好了 就是 我把划分为全职考生 跟兼职考生部分 全职考生的话呢 我希望你的作息 就跟上班族一样 因为我过去 我在准备国考的时候 我就是个全职考生 早上 早上哦 我七点就到学校了 我先到学生餐厅去吃早餐 然后一边啃汉堡 一边吃汉明治 然后配着我的六法全数 我在那边背法规 因为法规 包山包海 什么都要背啦 但是没办法 我母法四十条 什么私行戏者 母法私行戏者 我全部背下来 这样加起来一百多条 我 其实当时 我是可以倒背入流 每一条我都可以讲出他是在讲什么 我希望大家可以做到这样 然后你就是 比如说图书馆八点或九点开门 你就要开门前就前五分钟 你就在那边等 都要等人进去 就像上班族一样 你进去电脑弄好 书弄好 笔记弄好 你就开始K啦 开始看你的考古题 开始找答案 然后背答案啊 嗯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看到下午 就是 嗯 我希望大家作息 是跟着国考作息啊 比如说你是个准备高考 你就每看两个小时 高考两个小时嘛 你就看书看两个小时 连续看两个小时 然后休息个半小时 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去做 然后看到了大概五点半啊 五点 看你啊 你就是要看到下午五点 或五点半或六点 这样就好了 回家 就回家 回家后就是 好好的去休息运动 呃 不要再碰书本了 对 因为你已经碰一整天的书本了 你如果回家还一直看书的话 其实会有疲乏效应的 这不是个好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规律 该看书的时候就看书 啊 回家就真的好好休息 坚持考生的部分呢 第二个部分 坚持考生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 坚持考生会 卡心扣啦 这部分是真的啊 那你坚持考生 你白天就是 做习经肯规律 因为白天要上班啊 你要当社畜啊 被主管 被老板狗干啊 对啊 但是 我希望大家 就是你如果是坚持准备的话啊 务必 你在平日下班后 你就吃完饭 然后让大家 让自己休息个 半小时 或45分钟 就是密一下嘛 休息一下 然后就开始看书 你就规定自己 你时间不一定要定得那么死啊 就是什么几点到几点 看说你不一定要定得那么死 但是你一定要要求自己 就是 一天至少要念一个半小时 或两个小时 或三个小时 一天其实三个小时 最多三个小时 我觉得就差不多 然后假日你就规定自己 礼拜六念一天 然后礼拜日念半天这样 反正不管怎样啦 就是要规律的作息 那规律的作息之外 你还要有规律的休息时间 休息是非常重要的 要让自己的脑袋跟身体空白下来 因为你如果一直不停的工作啊 到最后你会受不了 会爆炸 然后一点都不想碰书本了 嗯 反正你就是 该念书 该看考古题 写考古题的时候 就做该做的事情 啊 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 所以 呃 一个人 因为没有人监督你 没有人牵制你 所以你更要 正常 规律的作息 好 最后一个部分 策略的部分啊 策略这个部分就是 呃 你要 搭配滚动式的检讨 滚动式的检讨 不是现在 现在政府啊 行政机关在讲的那个干话 什么政策 随时滚动检讨 不是这个干话啦 我讲的 随时滚动式检讨 就是嗯 这是你考古题 因为我说过你们在解考古题的时候啊 你要做自己属于自己的考古题笔记啊 考古题小本本考古题笔记 当你发现有比你 你找到后面 就是你念到考古题 念到后来 你有找到比你的答案 更好的答案的时候 你就把它适时的去做调整修正 那怎么嗯 做滚动式检讨的修正呢 呃 第一个方式就是用成绩单来解释了 我跟大家讲过 落榜了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牵扯到你后面会不会上榜 就是你要拿着你落榜的成绩单 去每一颗每一题去检视 然后用三分之二的分数法则 三分之二的标准去检视说 你这一题的答案到底写出来了 是不是 阅卷老师一想要看到啦 对啊 你如果拿到三分之二以上的分数 我恭喜你 你这个部分 你已经pass了 你写出了 哦 写出了那个改考卷老师 他想要看到的东西 这没问题 但是 你如果没有拿到三分之二的分数 不好意思 你就是要不停不停的去找出 那个key word key answer 对啊 就是要找出阅卷老师想要看到的东西 好 反正第一个方式就是用成绩单检视 第二个方式是只要好的就偷学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皮卡索 就是那个 很伟大的艺术家 皮卡索 他讲过一句话 呵呵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认同 但是我觉得讲非常好 他是讲说 好的艺术家 会复制 会 就是他会复制技能 但是 更伟大的艺术家 他是会偷取技能的 他说好的艺术家 就是copy嘛 会copy 那伟大的艺术家是steel 他用steel 那种偷取的这个单子 意思是说你有看到更好的东西 你就把它偷学下来 整个偷学下来 那我在这边就是跟大家讲 你如果看到更好的答案 你就整个把它 吸取起来 变成自己的精华 像是参加读书会 因为我说过读书会其实 要不要参加看你啊 站长其实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看法 我过去我没有参加读书会 因为我觉得里面的人 其实我蛮臭屁 我觉得里面的人念书的程度不如我 因为都是 怎么讲 都其实是想要拿到我 考古题的答案而已 所以我没有参加什么读书会 但是看你啊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程度是 在大家同侪里面 在整个考场里面 你是觉得你 你自己觉得你的程度 比较后面的话 我建议你参加读书会 但是如果你是 程度比较好的 参加读书会对于你来说 我觉得是没必要的社交 看你自己决定啊 对啊 如果你说你那个考古题的题目啊 你找不到答案的话 你在教科书 在Google 在任何的期刊 或是学术相关的学术著作 你都找不到答案的话 那我建议你就是可以在网路上问 对啊 有一些国考的平台啊 你可以问一些 就是跟专业科目相关的问题吗 甚至甚至啦 我虽然是 没有鼓励啊 没有特别鼓励大家去看那个 补习班出版的题库书啊 但是题库书是在你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你用尽各种方法 都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题库书的答案 你可以拿来参考 注意哦 我讲的是参考 你不要照单全收 你照单全收 呃 分数不会好看 说真的 因为那个东西 可能还少了 那么一个部分是 没有写到他整个 就是完整的答案啊 所以分数不会好看啊 所以我仅止于就是跟大家讲说 题库书你拿来参考就好了 好 以上就是一个人准备国考 应该注意的事情 就是希望大家有正向的心态 然后规律作息 还有滚动式检讨自己的那个考古题答案 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呢 第二部分QA QA第一位 叫什么 新月城 QA选我选我 柳静你好 谢谢你制作优质又有帮助的节目 听了你的话 我开始找书买书写考古题了 几个问题请教 一个科出题老师不止一位 经典书籍也不止一本 需要全部买下来吗 我一科行政学买了三本教科书呢 写考古题的时候是以各家对照的方式 有时候觉得A书好用 有时候觉得B的答案比较不错 但是这样比对下来 花了不少时间 我完成第一题 你拿架构 还不是学全文 共用了两个小时呢 想请问柳静 我这样的准备方式对不对呢 希望之后会找答案越来越快 第二题 时事题或应用题应该如何准备呢 是不是要常常去中央机关网站 看他的政策来预估考题趋势呢 有的题目要求举实例说明 这种题目好难哦 好考试时 我如果举不出例子 要怎么办 谢谢柳静耐心解答 每当我读书没有动力的时候 我会打开你的节目 随意 点一节来听 然后动力就慢慢涌现了 超神奇的 我也觉得很神奇 我要赶快考上 然后来跟你报告 好 新月城 我觉得你 你就是有听我的话 蛮乖的 很棒 这其实可以让你再准备国考 节省不少时间 好 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书要全部买吗 我跟你讲 如果你刚开始的话 你还是国考生小白的话 你对于这个科目还没有那么熟悉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 你一刚开始就是一本书主义 然后买的那一本书呢 就是大家推崇的那本圣经本的那个教科书 也就是说这个教科书 它包含的 那个考古题的范围是比较多的 就是比较写的 不会那么偏的教科书 你就去买这一本 你在这一本读完 读得差不多了 然后发现 有些考古题是出另外一个版本 你再慢慢往上加 反正你刚开始就是一本书主义 等到你这本书念熟了 你在后面再去添购其他本书 买两本三本四本 对啊 我新月场我在这边跟你说 我过去准备国考的时候啊 我有某个科目 我最多买到好像四本还五本吧 对啊 那个老师真的很急测 他每一本都出 每一个版本都出 可是那个前提是建立在 我后来买到四五本 是因为建立在 原本的我买的那一本 第一本我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对啊 好 那你另外一个问题就问说 答案是不是会越早越快 因为你说 完成你打架构 花了两个小时 这还好啊 刚开始花两个小时 其实算很快的 真的 答案一定会越早越快 因为我有一再跟大家讲过 考古题会重复出现 那重复出现 你就是有了经验之后 你当然会越早越快 因为你已经变老熟了 好 再来就是你讲的时事题或应用题 应该就是我讲的独门暗器这个东西 国考的独门暗器 那我在前面几集有讲到如何破解独门暗器 独门暗器就是三个方式可以破解嘛 你去Google前人的心得 那些上榜已经上榜的人的心得 他们都会提到那个学校的老师的东西要看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 你去Google那些很激发的考题 很激发的考题 那种 你没有看过那种考题啊 你就发现全台湾 只有某个专家学者委员老师 出的他的那个学术著作啊 什么论文期刊专书社论 他的东西 那你就去看啊 对啊 这都是很有可能会考出来的那个独门暗器 第三个破解独门暗器的东西就是官网了 你就看你考试的那个职系啊 主管机关是哪个部会啊 像是你是考人事行政的 你的主管机关就是人事行政总处 你考文化行政的 你就是文化部的嘛 考劳工的就是劳动部 考交通的就是什么交通部 考什么卫生的 应该就是现在那个最红的什么 每天开机的会那种 卫生部 卫生署 不管啊 反正就是这样的逻辑去推论啊 因为每一个考试职缺 他一定有属于他自己的中央机关 然后我希望你那个中央机关的官网啊 你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变态 每天去肉搜 你中央机关 你在职缺的中央主管机关的网站 你每天去肉搜 不要漏使每一则讯息 当你看到每一则最新消息 每一则最新的那种新闻稿 你有不懂的那种 尤其是专有名词 你一定要去把它弄懂 因为他们这些最新消息的东西 当然就是最新的趋势时事 很有可能制定为未来的政策 或是法规面向 这种东西最爱抠啊 所以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弄懂 所以你就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变态就对了 每天去Google中央主管机关的网站 每一则讯息都不要漏使掉 好 那你说那个举例啊 14题举例很难 我觉得是你经验不太够啦 你念的东西还没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啊 又或者是你主管机关的东西看得还不过多 因为其实每一种 他考试出来的每一种东西 都有他可以举例的地方啦 对啊 反正你就是一边念 然后一边想着 哦这是在指什么什么 然后去搭配主管机关 他讲的一些比较时事的东西啊 政策面啊 法规面啊 你就去想象嘛 如果真的不懂的话 你在Google一定都找得到答案的啦 对啊 我觉得这是经验的问题啊 你念的够多的话 看的东西够多 你就会想象得出一些例子来了 好 那新月城谢谢你肯定我的节目啊 我是觉得蛮神奇啊 为什么 你念到没有动力的时候 听到我节目就会有动力啊 说真的啊 我这节目已经主持了 就是开播至今 从1月8号吧 我现在我记得我第一集 好像讲了7分钟还是8分钟 我写逐字稿 哦就就辛苦了 到现在已经可以跟大家看看乐谈了 所以我我自己在 呃就是 制作这个节目啊 越来越进步 我也希望他在准备国考的时候 也是跟着我一样 越来越进步啊 好我们来看下一位 呃文文 国考驿站的听众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 很喜欢你的podcast 我是准备三胆行政特警察特考的考生 最近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 今年9月我参加考试 考完之后反省 我自己反省错误如下 一花太多时间准备生论题导致 选择题失分 准备生论题是以主题方式准备 也拟好每一题的考古题 但都是完整拟答 花费许多时间拟答 结果考前要被一堆东西来不及复习 考试时生论题 花费许多时间 写完刚好 中小来不及检查 整份考卷 想请教的问题如下 手边每科都有生论题解题书 有些多达100题的拟答 想请教您建议如何运用解题书 能有效掌握考点 又不会花太多时间 二 理论的科目像是警察政策 我打算用您的方式 将考出的那一张家族 延伸你的 以大小标方式写在国考试卷上 每标大概写两行半 请问这种方式正确吗 我怕笔记内容太少 写的不够多 但写太多又会浪费许多时间 像在超书且备不完 有这个矛盾疑问 想请教柳静 要怎么解决 如果能得到您的回复 我会很感谢的 谢谢您 好 文文 我觉得你的问题有点杂 好 我一个一个跟你讲 因为我觉得你 从你的文字上判断 你应该还没有准备很久 其实就是经验问题 我喝个水 嗯 好 我直接 因为你问的问题 蛮杂的 从你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好了 你说你手边有每课的 那个声论题解题书啊 我在这边跟你讲 其实我的节目啊 我又一再跟大家讲解题书的 你答 你真的当作参考 因为你即便把解题书的东西背下来 然后在国考的时候 你写出来 你的分数顶多顶多 就是拿到三分之一 那你每一题都拿到三分之一 那你这个科目大概就是三十五分 你每个科目三十五分 你总平均是三十五 三十五距离上榜还很远 我跟你讲为什么解题书 你写解题书的你答 你分数不会高 因为你要懂得做人啊 解题书的作者 他不是考选部的命题委员 他不是考选部的阅卷委员 其实说穿了这些考选部的 初题老师跟改考卷的老师 他们在心中已经有自己的定阶了 你要写出他们平常在学校任教的 那些教科书 使用的工具书跟教科书 你要写出这些东西 分数才会高啊 对啊 你要懂得会做人 又或者是这些老师 或是属于这个老师的学派学法 他们有出属于自己的教科书 你要去买 要给他读手 要写这些教科书的东西 这样分数才会高 你才会上榜 其实不管是出社会工作啊 或者是准备国家考试啊 其实说穿了都是要懂得会做人啊 真的 你要花钱买属于这些初题老师 或改考卷老师属于他们的书 或是甚至这个老师他自己就出教科书 你一定要买到这些书 至于这些书怎么找 你就要花一些心思 花一些时间下苦工去找 啊就是怎么找呢 就是从那些已经上榜的人的心得 你就去慢慢的爬树去爬文 对好 再来文文我想跟你说的是啊 因为我说过你应该准备考试 没有太太多的经验啊 因为你说九月开始参加考试 其实我觉得你缺乏就是时间管理啊 我希望你可以当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当然不是像新闻讲的什么 有有好几同时 好交好几个男女朋友那种时间管理大师 不是啦 是你要当国考的时间管理大师 我在这边跟你讲一个东西 如果现在大家有在听的话 请大家注意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我在后面也会做 跟这个相关的主题跟大家讲 就是你假设 因为你说你是考三等嘛 三等就是高考 高考一个科目就是 一个专业科目就是两小时嘛 那两小时等于几分钟呢 小朋友 两小时是不是等于120分钟 就是60加60嘛 对不对 哈 120分钟 请现在听证长的话 把它拆解成三个部分 10分钟 100分钟 10分钟 10加100加10 这样是不是等于120 不要跟我说你不会哦 这是国小的数学 这非常基本 这是时间数学哦 对 你就是把它拆解成10分钟 100分钟 跟10分钟 好第一个10分钟 第一个部分 前面10分钟 请大家务必 审题 千万不要给我下笔 这前面的10分钟 你先翻看看你自己的考卷 手上的那一份 专业科目的考卷 他总共出了几题 每一题的占分 占多少 你去算 然后 每一题的占分 占多少 你在答案卷 有几张答案卷 现在我记得没错 是八张 八页 你就去算 他这个 比如说 他有一题是50分 占分比例很大嘛 就占了一半 那你答案卷 你就要写四页 就是这样的 逻辑去推算 好 前面的10分钟 我希望大家审题 审题就是做我刚刚讲的事情 你去看总共有几题 每一题的占分占了多少 所以你要取决于这一题 你要花多少 几分钟来写 然后他的篇幅要有多少 好 审题做完了嘛 后面的100分钟 请大家 正笔集书 然后 就是该写的 就写 100分钟 这个规划 也是比较好算时间的 100分钟 就是满分100分嘛 假设这一题 第一题 审论题 20分 占了20分 你就花20分钟写 第二题 审论题 占30分 你就花30分钟 来写这一题 就是以此类推 那最后 第三部分 后面10分钟 就是 文文你讲到的检查 我希望你 就是花后面的10分钟 来检查 就是这样 10分钟 整题 100分钟 写 答案 最后10分钟 检查 请大家用这样的逻辑 来做那个 国考的时间 管理大师 好 反正文文 我希望你可以做好时间管理这件事情 不管是你在平常念书的时候 还是在国考的时候 你就是要先去盘整 盘点 这里到底有多少时间 然后看可以做多少事情 平均的去分配 因为像你说的那个什么 什么把时间都放在生论题 然后这是选择题10分 那你就要去做驱舍 你就看生论题的占分比例比较高 还是生论 应该说你 你就会生论题占分比例高 那你就花多一点时间给生论题 选择题占分比例高 你就花多一点时间给选择题 反正就是按照比例 他占几分 你就花多少时间 花多少篇幅 在他上面 就是以此类推 你又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人啊 对不对 5分 他这一题占5分 那你就是写的那个篇幅 少一点 你就花5分钟写 这一题如果占了50分 那你的篇幅就要很大 就占一半嘛 所有答案卷的一半 你就要花50分钟写 就是以此类推 好我们加油哦 希望可以早点听到你的好消息 好 第三部分 Murmur 站长Murmur 这礼拜Murmur 讲东西比较多 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讲那个自然卷 对这个 这个东西其实跟国考没什么关系啊 只是 最近我去烫头发 我固定大概每三四个月就会烫头发 因为我自然卷啊 心里面有一些感触啊 因为我的自然卷是属于那种大卷啊 如果没有烫的话 就跟那种上海的女人一样 就是那种 哇 很Q的 然后以前啊 国小啊 尤其是国中啊 国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那个 同一个年代 我是74年次的 那时候我国中其实有法径 然后 嗯 那个法径哦 就是你的头发长度要到那个 耳垂 对 就是不可以超过耳垂啊 你如果超过的话啊 你知道那个 每个月哦 那个检查的时候啊 那个训导主任啊 还是导师啊 你不要打 你把你打 帮你打 对啊 我还记得有男生就是没有没有剪头发 头发那个长度太长了 那个老老师直接拿那种推头发的啊 剃刀 帮他剃 剃个那个那个什么飞机跑道 对啊 那个男生当场就哭啊 女生你如果不剪头发啊 在那边流长啊 对啊 就帮你剪嘛 女老师帮你剪 男生就男老师帮你剪 女生就女老师帮你剪 剪得像狗啃的 其实我觉得以前国中的那种制度啊 环境其实还蛮不人道的 所以变成说 现在啊 我只要看到那种国小国中老师 我就觉得 很堵烂的啊 我没有心怀管感恩 我反而是很堵烂 很想给他剪 以前也因为 我有自然卷 然后又有发镜 所以我的那个头啊 很蓬 以前我的那个绰号啊 国小国中的绰号叫狮子头 就像我的当时青春期嘛 吃了比较壮 青春期很会吃 七十几公斤嘛 对啊 然后又取了一些 搬上男生比较 那个那个时期 青春期对女生比较异性好奇嘛 然后发现 就是 哎呦 怎样怎样的 你爱他啊 他爱你之类的 啊 就给我取了一些 还蛮特别的外号 像叫我蛮牛 因为我长得像广告里面的蛮牛 那么壮啊 叫我航空母舰的 好啦 这其实蛮 我觉得 当时真的很恨啊 但是现在觉得 嗯 其实也云淡风轻 因为现在过得还不错啊 对啊 好啦 反正现在就是想跟 现在的那个小朋友讲啊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听我节目的一些弟弟妹妹啊 如果你们是生活在没有法径的那个年代啊 国中高中的话 是真的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对啊 以前自然卷的同学啊 啊 连我自己都是啊 因为 有法径 你那个Q毛 尖短就是会变得很蓬 然后就会被 被大家笑 啊 老师也规定你不准烫头发 连烫纸都不准啊 所以 不知道 那我觉得国家应该给我们一些补偿金的哦 好啦 这是废话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个 哦 我自己对Open Data 的看法 Open Data 它其实就是叫做 它的中文名称叫做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那它的这个平台是国发会 很机车的一个部会 它是管考的大哥 对 管考的一个大哥部会 好 那是国发会的一个平台啊 因为国发会它其实是在行政院底下 所以它没有包含其他院的一些资料啊 它管不到啦 国发会只是管它底下的人啊 但是 底下的部会啊 但是我觉得其他院啊 像是什么 立法院啊 考试院啊 其他的资料其实应该也要南瓜进去 因为立法院像是 哇 大概在党团协商 什么黑暗都市传说 密室协商之类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也要开放吧 你都说你是民主社会国家 这种重要的东西跟民生 民众相关的应该也要吧 南瓜自己训练 国发会你不要只管自己底下那种 的的部会啊 你应该其他院级 你也要去管一管 像考试院有没有 跟国考生相关的啊 说什么要增加英文比例啊 缩减砍掉公文考试这种很重大的政策啊 他的会议记录或是决定这个政策的专家委员 请你把诚实的公正公开透明的列出来好不好 好啦反正我觉得这个平台因为我以前啊 在当公务人员的时候 那个open data也是我负责的 我真的很笃揽这个东西 他其实有管考 所谓管考就是你要定期定额概念啊 他就是每个月啊 就看他管考的那个呃期限啊 每个月或每季啊就叫你投出来 你该缴的东西赶快往上缴 然后那个国发会 他好像 那种就是每一段时间就要要你们 把你自己组织的那种该公布公开的东西公开啊 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公开 就拿法规来填弄 所以我觉得open data平台上面的东西 其实重量不重值啊 因为有些资料我真的没有什么品质啊 对于民众来说跟无关痛痒啊 就是无感政策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 像是什么那种3加11之类的会议记录啊 或者是什么考试院这种 对于考试重大变革 什么因应双云国家这种的会议记录 你应该公开才对啊 好啦不管怎样 我觉得他毕竟是花了很多钱去做一个平台啊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一些 你考试需要啊或是做学术的需要 你其实还是可以到open data去看的啊 对啊 open data它毕竟是一种双向的 你有问题的话啊 你是找不到资料 或是你资料download下来 像是Exceldownload下来是乱码的话 其实你可以留言跟他回复 然后会有相关的承办人员跟你讲说 哦他是怎样怎样 所以其实还是有不错的地方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利用 好第三个部分就是 下一集啊release的时间 如果按照表电时间是12月31号礼拜五啊 但是那个礼拜五我要带我的娘家 南投娘家的老妈子去泡温泉 说我们节目公秀一集啊 啊在这边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享事成早日上榜啊 啊上榜如果你觉得很开心的话 想要跟我分享我也非常乐意听到啦 因为你们每一个考生听众的好消息啊 我我都非常感动 我每次都觉得 哦 起床没牌啊 感动到起床没牌 对啊然后就有更多的动力 可以做这个节目了 好那最后一个部分 反正就是12月31号我公秀一集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 呃我下一集开始啊 其实就是2022年的嘛明年的 呃在这边就是也很感动啊 我问我这个节目持续做了一年 真的不容易啊 那也很感谢大家尤其是一些老粉 从我节目开播到现在都一直持续的来收听 那是因为站长最近就是 真的很感谢大家这样持续的收听 那在国考的podcast 我是排名比较前面啊 对啊不好意思 但是所以就是最近有一些合作案啊 我在比较忙着那个节目的产品开发 所以真的是比较忙啊 因为我是校长尖撞中 然后那个那个晚上啊 晚上我还要那个 视讯骂老公打小孩 真的就没赢啊 所以为了顾及节目品质啊 就是呃 2022年开始我的节目release的时间 会改以在每个月的6日 16日 26日 也就是像那个ETF 定期定的概念 我ETF 扣款是在6号16号26日 那我一样我release 我就是在6日16日26日 好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 为了顾及节目品质啊 我最近真的比较忙 也希望大家就是 你国考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其实也不一定是学习策略方面的问题啊 像是你在准备国考上面的 遇到了感情问题啊 或是食衣住行啊 我可以跟你讲的 我就经常跟你讲 或是你觉得自己的热情干嘛干嘛的 你想你对于公务员 要当哪一种公务员 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 也欢迎写信给我 啊 我也会就是 嗯 按照我这个过来人的异常 因为我当过公务人员 我给你一些建议啊 好 我们节目就 先这样咯 下集见 拜拜